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是你啊 不然你以为还有谁啊 上车 其实他安静的时候也蛮可爱的 你少自作多情 要不是家里逼我 我才不会来这里上学呢 那你脸红什么 也是家里逼的 那是因为车里太热了好吗 你真的觉得余泱泱很好吗 那是当然的 怎么 你不会是嫉妒吧 我嫉妒 我只是想提醒你 他对你可能没有你对他那么上心吧 你别胡说了 哼 嗯 笑语学长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还好吗 嗯 很好 你呢 过得好吗 挺好的 没想到我又可以在这里遇见你啊 好久不见 上次舞会上 学长好像很早就离开了 你之前消失一年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机会好好聊一聊 本少爷可是好奇得很啊 怎么 跟我无话可说 你好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 可是看到学长你 我并不好 我一点都不希望看到学长回到四夜学院 没错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见情 小语学长 主要 你们要不要喝咖啡啊 我去买 杨杨 没事吧 拜托 为什么你总能掐到好处的 摔倒在我未婚夫的怀里呢 喂 这样脚就崴了 还有 郑主要 你未婚妻在这里好吗 就知道遇到冰块脸 肯定没好事 就算是你现在求我 我也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 什么情况 我才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好吗 我连句台词还没说呢 你好 我必须要见到一部戏的女主角 你好 你好 我是周围 是药王子的死党 也是本校关爱女性协会的会长 关爱女性 所以你是个玩家了 嘘 你别让我 我只是善于观察女性最有魅力的一面 而你 就是我的温娜斯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四叶学院 走 四叶学院 唯一一所艺术类私立预科学院 其中艺术品团里 设计科系和音乐科系尤为出色 这里的学生呢 要么是少爷千金 来这里交交朋友 这就比如说正主要小王子 另外就是智商和专业绝对碾压 比如江念语学长 本人也是本校的传奇之一 永远的新生就是我的花明 每次只要升级大考 我不是肚子痛就是睡过头 老天爷只好让我当永远的新生咯 那你确定 你留级不是为了看美女学妹吗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老天爷让我留级 是为了等你这位美丽的安卓 说话不要太夸张好吧 对了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那个叫鱼泱泱的 是什么来头 鱼泱泱吧 都行啊 对 他是我们的特别宝财 才华嗦嗦 家里是卖麻辣烫的 只不过他爸爸好像救了校长 所以校长特别让他入学喽 那不就是山菜的设定吗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最好的朋友 大猩猩 梁启帆 你好 你长得还真是 鹦鹉啊 走啊 上课了 带你去 那边是学校的泳池吗 我想随便看看 可是下一堂课不是音乐课吗 去泳池干嘛 我不是说我要去泳池 我就是想随便探探学校环境 好 走吧 大猩猩 拜拜